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展台就是红旗展台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会去到很多的展台 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不同品牌他们的科技配置 包括他们的一些黑科技的一个点 首先我们今天来到红旗的展台之后 我们刚刚跟主持人又看到过它这个展台 觉得好有意思 因为每一个展台其实都在反映这个品牌的性格 和它未来可能会展现的一些趋势 我们先请我们的摄像老师先环绕一下 这个红旗展台 尤其是它的这个上半部分 你们会发现它有点像是这个在变化的一个格山 或者有点像是一个非常有科技感 非常概念的一个元素 那这就是可能这一次红旗想在这个展馆当中 给大家传达了一些比较年轻化的 比较有科技感的内容 所以要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 我们身后的这一台车了 一款定位中大型的SUV 当然它是纯电动的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车就是宏旗的EHS9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款车其实尺寸上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设计感很霸气是不是 对我刚才就是第一眼看到这个车的时候 我跟村长我们两个人一口同声的哇 好霸气 因为它的这个前脸很高 所以你看我这个172的身高 然后站在它面前已经齐腰了 对齐腰了这个设计 然后其实它的这个轴距 刚刚我们有听公众员说是已经达到了5米多 轴距3米1 车长5米 对对对 车长是5米多 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SUV的一个车型趋势 其实我在看这个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这真的马上要量产了吗 因为它还有一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预售了 对预售 然后现在呢已经可以 你去交定金了 4999元的一个定金 对 但是现在它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种概念 让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一款车 对 你就感觉它可能不太像是一个量产车该有的样子 对 就极具现代感的 极具科技感的一个设计的感觉 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 现在有好多的电动车 它都是尽量的去把车头做成更低 它尽量的做到更有俯冲的姿态 更有未来战机的感觉 但是红旗幅是 它用了一个非常 厚重的一个前列 厚重雍容的一个感觉 就会给你感觉更优雅 更沉稳一些 所以这就是说它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你来 所以这个也是和它的定位其实有关系 就是说这种比较厚重比较沉稳的这个设计 也是它这个定位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 它的这个定位其实在市场上没有一个针对型的一个竞品 我觉得如果要从外观上来看的话 它可能会竞品老斯莱斯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新能源的车型 它是一款电动车 这又是它一个比较差异化的地方 它可能会把它的定位在Model X和ES8之间 但是它的尺寸要比Model X更大 然后价格要比ES8更高一点 我们刚刚讨论了工作人员 它的价格大概是在一个55万到70万之间 所以你觉得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 看到这个车之后 我觉得这个车这个外观设计 然后这个价格是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这个外观确实和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 主打的那种就是说分闭前脸的那种设计 包括是那种比较扁的那种车头的那种设计都很不一样 所以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风格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种草的第一款车 对 种草的第一款 未来还会种草几款呢 未知 所以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就知道了 对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 因为这个车其实给人感觉是很沉稳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这个绿色 其实它是比较兼顾于成熟和年轻之间的 就不同的受众都可以选择这个车 对 这个颜色 因为我们经常关注手机的话 是有一个叫草木绿的一个颜色 就比较清新 然后看上去就很 很有年轻的这种气息 我发现科技博主在解读车的颜色的时候 经常会把它和手机颜色去对到一起 因为其实颜色我觉得 对于我个人来说 颜色在我选择一款商品的时候颜色非常重要 是的 我会因为颜色去着重地喜欢这款产品 或者是去排除这款产品 会有些倾向性 对 会有倾向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车头的这些细节吧 你看一个LED的大灯 它不是这种贯穿式的 因为现在很多电动车都流行这种贯穿式的头灯 但是它会有一个这种平滑的流线性的线条 这样视觉上会纵向把它拉长 然后下面的这个雾灯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很大 非常大 这是我的手 这是一个雾灯 就所有的感觉都是很霸气 对 超人霸气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车头又变得一个很狭窄 又给人很犀利的感觉 对 然后其实它这个灯可以看到 它是和这个中网形成了一个融合的感觉 对 对 都是一种这种树向的这种元素 对 在车头呢 这有一个红旗的标志性的设计 对 具有标志性的一个logo延展下来 对 刚才我也比较好奇 因为我们都知道红旗请来了劳斯莱斯的设计师 我说这款车有没有劳斯莱斯的设计师参与设计啊 包括H9 大家最近也是争议度非常高的 对 这个温柱度非常高的一款车 他说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本土设计师参与创作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 对 这是一个车头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往车身侧面来感受一下 对 可以 我们来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车展有多热闹 当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 比较有热度的车之后 就有好多的媒体在拍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来大概的感受一下 车侧它一个五米二的车长 目前我们还没有了解到 有一款电动车能够达到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对 很长 对 并且呢 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门是打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腰线还是一个很笔直的一个设计 对 然后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对 它这应该是自动弹出的 而且前排呢 有无钥匙进入 我们关一下 试一下 我们关上试 哎 那边打开了 然后侧面也有一个红旗的标志 一个红色的线条来延展过来 对 然后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是有摄像头是吧 这里其实是有一颗摄像头 对 是的 这个轮圈我们看一下 多大呀 这个轮圈我们了解到它是可以选装21和22寸的轮圈的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大 也是一个米其林的一个轮排 我看到 内饰的部分可以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来给一个特写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内饰和很多新能源的车型 也是设计理念上有很大的区别 对 它也和之前的红旗的车型有一定的区别 对 然后我们有了解到它是说有很多的这种中式的设计 对 其实就蛮符合红旗的这个品牌形象 然后游艇式的一个挡霸 几个大屏串联在一起 然后内饰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质感的吧 新车它的续航里程大概能够达到一个600公里的水平 另外它的一个这么大的车 它的百公里加速的时间 4点几秒 在4点8秒 对 4点8秒 在4秒之内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性能车了 但是面对一个这么大的车 还能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动力的表现 以及续航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现车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对 在一到二两个月之后就可以预售了 所以这款车你对它心动了吗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想问一下村长 就是这款车最吸引你的一点是哪一点 最吸引我的点 首先是霸气的外观 对 其次然后是我们刚刚有了解到 它是在特殊的一些环节下 是可以达到L4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 所以这两点可能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 对 那这台车呢它在动力参数上前后各搭载了一台电机 而且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动力可以选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50牛米 所以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都比较优秀的表现的车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 未来呢我们还会给大家看来更多的具有科技感的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智能化的配置的车型 所以我们一会再见 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交给美丽